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2019年2月1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区域协调发展新观察系列报道 我们今天继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有之路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落地实施第五年 近年来广东锚定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任务 携手港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如今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活力 正在大湾区持续迸发 那么如何集聚创新资源 将硬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坐落在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中部 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先行启动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 总台记者罗平章就在那里 平章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那里有什么新发现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正位于东莞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 一个创新样板工厂内 先带大家来看几个有意思的产品 这个白色的镂空圆柱体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树枝的工艺品 那它是多孔陶瓷 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孔洞的排列 都是非常密而且非常均匀的 能够帮助工业锅炉更充分地进行燃烧 那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在胜利油田等 多个大型实化项目中了 而这边的这些 您可能会觉得它是不同颜色的玻璃 但其实它也是陶瓷 而且它的折射率比同类的玻璃还要高 能够应用在各类高端光学仪器的制造中 而这边的这个呢 您可能会非常熟悉了 可以猜一猜它是什么 我先来按一下开始的按钮 欢迎来到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没错 这就是一个音箱 那您可能会好奇没有箱体的音箱 它的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 答案就在中间的这个透明的区域啊 其实它是一层不仔细看难以发现的 二维材料薄膜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张 它有多薄呢 它的厚度只有50纳米 也就是头发丝的千分之一 而且它的重量是非常轻的 这让它非常灵敏 能够识别出人类听到 甚至听不到的各种声音 那当然这些只是实验室创新成果的一部分 还有像可折叠的柔性电池 不怕燃烧的新基础储能电池等等 目前实验室已经申请的国内外专利数量 已经超过了800件 这种实验室加创新样板工厂的模式啊 也推动着使得这里的实验室 从研发到样品到产品的整个转化过程 更快速更高效 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生产车间啊 它生产的是这种叫做单金铜的材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现场摆放着一些样品啊 那原来在传统的实验室里面呢 通过传统的这种科研仪器设备 只能制造出我巴掌大小的 这样一片单金铜材料 那目前啊 在这里通过实验室 自主研发这样的智能装备呢 一台机器就可以生产出30多种 不同尺寸不同性能的单金材料了 那我们看到最大的一片 达到这样A4纸的大小 而且它的产能啊 可以达到每年1万片 更好的满足了制造业批量生产的需求 那这里的研发人员告诉我啊 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产品 这是他们原来在高效里没有想到的 一个原因呢 就是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场景 非常的丰富 推动了这种产品的研发 那同时啊 也离不开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就在距离我们所在的位置 1.5公里以外 坐落着中国散列中子源 这台超级的大国重器 那围绕基础研究周围 也已经聚集起了超过3600人的科研队伍 那今年以来 中国散列中子源 二期先进阿淼激光等大科学装置 也正加快建设 将推动粤稿大湾区的科研创新能力 更上新台阶 我在这边的观察就是这些主持人 看来产学研的融合 让更多的创意照进了现实 这是平章从东莞发挥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到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广东工业设计城 依托广东强大的制造业实力 当地个性化的服饰政策和园区完善的配套服务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设计师来到广东工业设计城 将创意想法附助生产 变成一个个工业产品 远消海内外 一起跟随记者脚步去感受大湾区的无限创意 超过8000名设计师累计8000多项专利 这里是位于广东佛山的广东工业设计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脑洞大开的创意产品 这个小盒子就是一个充电宝吗 大家看这是阿拉伯数字零 放到面板上面变成了一个电运斗 那和传统的电运斗有电线 同时还有水箱不一样 这一款产品啊 它是储电式的 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运衣自由 出门旅行 如果衣服干不了怎么办 大家来看这个 把衣服晾上去之后啊 三档可调节的锋利 两个小时就可以快速实现干衣 夏天出去露营 真想背个空调一起出门呢 现在就可以实现您的愿望 你看啊 这个是一台便携式的空调机 只要插上电源 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制冷 您别看它的体积不大 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压缩机 可以实现三秒制冷 让您随时随地享受清凉 模仿实在是太难了 怎么样才可以一夜变高手呢 只需要使用超级模仿 你就能马上变成高手 真的 这个模仿可是有芯片的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技术和传感器技术 然后使得这个模仿可以实时反馈出你的手法 然后通过屏幕就可以一步一步教会你玩模仿了 我们通过智能技术还改造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游戏和玩具 使得这些传统的游戏和玩具焕发出了新生 我看这里每天都诞生那么多的设计 然后又很快变成产品走向我们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佛山市 有非常好的生产工艺 八千名设计师其实就是八千个青年创意家 让这里的制造业跟他们一起合作 把我们的创意和想法加工出来 从而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刚才说到魔方别小看这小小的魔方 它已累计销售百万台 无数的创新创意正在大湾区转变成便利生活 推动发展的实用产品 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数据显示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已经连续六年全国第一 今年上半年广东出口规模 首次突破2.5万亿元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其中电动载人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的出口 分别增长7倍 27.7% 57% 那么大湾区是如何抢抓风口 首稳优势 持续跑出加速度的呢 过去的一年 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 接近130万台 这意味着全国每六辆新能源汽车 就有一台是广东造 这仅仅是湾区在新能源 这个载道上的造车体量 用户下定车辆后 智能排产系统 在接收到车辆订单后的4个小时内 就可以完成工厂的排产和零部件的订单分发 周边23家供应商可以通过生产进度实时共享 实现了同步配送 大湾区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完备的产业链和科技创新积累 是车企最大的底气 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 大湾区同时也成为全国锂电池产业集聚地 截至2022年底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锂电池企业数量超过了1.77万家 占全国的12.4% 前段时间在广东江门这家先进动力电池工厂正式投产 满产后每年可供应装配全球70万辆新能源汽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检验电池安全性的针刺实验 刀片电池在被刺穿了以后 由于它刀片状的设计 反而它的生日性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它的爆炸与起火 我们已经掌握这个行业的核心技术 在广州黄浦这家生产电磁线的企业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用气包线加工工艺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产品在应用设备中体积减少25% 功效比提升20% 目前已成功配套我国新能源汽车75%以上的品牌 产业协同高效 海外订单也越来越多 在南沙港东莞港等大湾区的多个港口 上半年以来 新能源汽车排队装船出海成为新常态 在深圳盐田港 原有通过滚装船运输的方式 以不能完全满足出口需求 量身定制整车装箱 中国产新能源汽车 登上远洋货轮出口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 广东省正在持续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大力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一批大科学装置 逐步落户大湾区 形成集群知识 这些前沿科研装置 也成为支撑大湾区乃至我国 攀登全球科学研究 与科技创新高峰的大国重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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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 东莞 滨海湾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负责人黄洪波变得更忙碌了 在今年正推动一批创业项目落地 鼓励更多的港澳青年到内地 到东莞创业就业 在湾区扎根竹梦 暑假期间 位于东莞的滨海湾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迎来了多个参访团 不少来访的香港青年对基地的发展前景很感兴趣 希望进一步了解相关创业扶持政策 创业辅导和基地对接服务等内容 黄洪波是较早一批到东莞创办公司的现场 香港人 十多年来 他积极融入内地发展 并在2014年举家搬到东莞虎门镇定居 在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 2020年他创办了东莞滨海湾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帮助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的工作圈 生活圈 今年初 内地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后 黄洪波变得更加忙碌 越来越多港澳台的社团组织 青年创业者主动跟他接洽 寻找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 我们接待的团体 特别是香港的团体 比前两年的总数还要多几倍 我们通过这么多频繁的交流之后 至今已有40家的企业落户到基地了 同时交流的人群也超过1000多人 香港青年洪兆林从事无损检测行业 受政策吸引 他有意向推动企业入住滨海湾新区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港澳青年会更多的方式 更多的时间 还有精力都可以投入在那个实际运营上 我们平时很多需要关心的一些杂碎事务 他们都帮我们都搞定了 比如说海外的同事的一个签证 从我们还没进来就开始帮忙 刘肖曼目前是基地一家台资企业的网络主播 负责海内外电商平台的首饰销售 进驻基地七个多月以来 企业业务量快速增长 还有什么其他困难呢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其实我们目前的就是一个招工的问题 招工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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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个可能就是说要有更多的渠道 可能也是希望基地如果是有这种机会 给我们多一些像有这种招聘会 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免费的一个办公场地 然后还有很多的支持 经常是跟博客一局去交流 然后他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 对接很多我们的资源 工艺商 这些 从成立至今 东莞滨海湾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以吸引120家企业入驻 涵盖新材料 新能源 电商 文创设计等多个前沿领域 我们平台对未来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 同时呢 未来也是希望呢 有更多高质量的人才和企业 可以来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来到我们东莞滨海湾新区发展 我们也会优范我们的服务 积极为他们打造生活圈 朋友圈 同眼一江水 逐梦大湾区 一起来听大湾区人的自豪和自信 去成立的时候 然后就来到很紧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汽车科技研发的目标是大湾区每个城市对我们的分辨 我们也组建了大湾区的显微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能服务于地方需求 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 历经二十年的发展 大亚湾石化区已成长为 国家重点建设的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 这是一代代大亚湾人接力书写这片热土上的工业传奇 大湾区是一个全世界很少见的一个几个产业配套很完善的区域 特别在工业配套也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的红利 大湾区拥有成熟而且丰富的应用场景 让社会的发展更加智能 更加高效 大湾区就业机会多 发展空间大 政策扶持强 为我们解决安居保障和直理教育等问题 我生活在大湾区顺德 大湾区有越来越多 像农师这样的飞移得到传诚 也得到创新 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 城市间经济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让我们当地农产品销售的市场更加广阔 从今年开始 又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来到这里咨询我们 希望未来有更多港澳的青年能像我一样 在这边发展他们的事业 让大湾区成为他们事业发展的福利 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断涌现的创新活力 从道路 桥梁 高铁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连接 到规则衔接 即是对接的软连接 三地各城市之间往来更加密切 要素跨境流动更加畅通 越港澳大湾区正在同心协力 努力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是现代化的引领地 与此同时 越港澳大湾区正在大力推动生态环境同保共享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一起感受大湾区丰富多样 又生机勃勃的生态景观 您现在看到的是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这里是越港澳大湾区城市密集区中 难得的大型城市中心湿地公园 总面积1100公顷 到目前 广州全市已建成25个湿地公园 32个湿地保护小区 形成了以湿地公园为主体 湿地保护小区 自然保护地等其他保护形式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 跟随镜头来到深圳湿 这里有我国唯一一个位于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田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红树林郁郁葱葱 不仅有效减轻风浪对深圳海岸的冲击 也是前海生物生存繁衍的安乐家园 每年秋冬季 有近十万只猴鸟前来栖息越冬 山海连城 四季有花 深圳正在构建高质量城市生态绿色空间 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广东江门新会的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 红树林 枝繁叶茂 鹿鸟成群结队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官鸟生态廊道 保护范围扩大到270多公尺 当地持续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 在小鸟天堂周边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实现与污管道分流 不断优化湿地生态环境 我们现在来到广东惠州的巷头山国家节自然保护区 山高林密 西谷清幽 这里生长着珠三角地区 面积较大的 莲片的原始刺森林 有着丰富的生物种类 奇特的地貌 茂密的森林 为野生动物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严格的生态保护 也让这里森林系统更加完善 目前 珠三角各地正推进城市间绿色生态开场空间保护和联通建设 让全民共享森林城市建设的生态福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